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口设计的美感 也就是这一口设计的思想、哲学以及美学 那在这个谈很多这些哲学思想之前,我安排了七个应用的范例 来让你先进入到这一个情境里头 之后再来思考,那我再来告诉你背后的更多的这个 这一口设计的思想跟技术以及方法 那么我们在一开始说明的用EIT的造型 它里头的i来把use case的前端后端做个分离 做分的动作 第二个case呢,是倒过来咯 是针对iPhone的手机跟Android这两个互相见证独立 而且现成的平台 那么用EIT的造型把它衔接起来 好,那这个部分呢,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好,那我们刚刚所强调的是两端 就是手机端跟电视机端的这个内容怎么做 那通信协议呢,是假设是已知 但是在这个第三个范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完的这个小回合呢 是认定认为通信协议是最会改变的 那么我们应该把它包装起来 那这个包装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因为它既然善变嘛 它是应该包装在T 因为大家的认知 T是善变的 因为它是迹象的类 那么E是抽象的类 它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它会放进E 所以我在上一个回合呢 可以挑战你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思维 所以呢,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就成功的把这个善变的通信协议把它放进去E里头 让两边两个E对接 然后把它封装起来 OK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回合当中 我们要继续来谈这个针对 这一个底层的或者是后台的模块 也就是说 在我们前三个例子当中 我们都站在一个整体的架构师的立场 那么我们不是站在iPhone的立场 也不是站在Android的立场 也不是站在通信协议的提供者的立场 而是站在一个整体应用软件整体的一个架构师 一个代表整体的规划的立场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第四个小例子当中 我们要站在这个底层或者是后台模块的提供厂商 生产者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在这个时候 EIT的用法又是不一样的用法 所以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其实在之前在谈Android的数据库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只是当时是在谈Android的 这一个Data Provider的用法 而不是专注在这个接口的一个设计跟表述上 所以呢 虽然在这个今天的例子 这一个范例室里头呢 用的是Android的SQLite的Data Base 当成一个后台的模块的一个范例 但是我们今天着重的是在这个EIT的一个用法 而不在于这个专注在Data Base上 或是Data Provider 而是着重于当我们是一个这个底层或者后台模块 就像数据库的DBMS 就像SQLite的这个Data Base引擎 在这个如果我们是这个数据库引擎的供应商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自由的改版 能够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自己的模块 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改版的自由度 所谓改版的自由度的意思就是说 我改版并不影响到别人 所以呢 我改版一次花十块钱 我不用另外花钱去改别人 譬如说 如果我今天 再就拿这个现在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改版改了这一个 后台的模块 需要的是100块钱 需要100元 OK 所以我的改版的成文就是100 那么如果呢 没有EIT直接 Client跟Server直接对接 我改了它 我还要改它 我这边要花的是20块钱 因此呢 总共我这个的改版成本 是120块 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有更多的C 大家都来用我 结果这边的20块 20块20块 结果这边就等于你有10个Client 这边的改版就要花200块 加上100块 所以Total 总数的改版成本 是300块 因此呢 如果我只有 只能改版之后 只能卖150块 那这样子 我要花300块的成本 来换了150块的销售 结果我亏了250块 因此呢 变动自由度就花差 OK 这个意思 我再说明一遍 如果我今天 透过EIT的基本结构 透过这个EIT的基本结构 让它两边能够独立成长 也就是这边有它自己的变动自由度 我改版只要花100块钱 我这边不用花20块 也不用花20块 都不用花这个钱 因为它被我的 我们的EIT把它隔开了 所以呢 这个变动成本就是100块 这边没有不花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够卖这个150块钱 所以就赚了50块钱 那么反过来 如果改了100 这边要花100去改S 这边要花了20块 它20块总共改了10个Client 所以总共花了200块 所以总total的改动的成本是300 但是我只能卖150 所以我亏了250 因此呢 我就不可能去Bang它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它的变动自由度 就没有了 OK 所以呢 我这边再简单做个铺垫 在上面的例子当中 就是刚刚的这个例子 这是我们上一个小回合所用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呢 Client跟Server的架构当中 我们无中生有的 创造了两个EIT造型 然后用两个E来包容 这个通信协议的变化 OK 那这样子可以让这两边 就独立了 所以创造的变动的自由度 那我们 在这里呢 我们会再进一步的 站在这个的立场 来看这个结构 在我们上一个例子是站在 整体的结构上 站在整体的 一个设计架构师的立场 来加了两个桥墩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站在的是 这一个 Server的这个立场 那么对于EIT的用法 是不是又不一样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例子了 OK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 这个Client跟Server 模块的一个独立性 也就保护了它的变动的自由度 因此呢 创造的这一个弹性 敏捷 重构的空间 那这对于 这个软件的体系来讲 它未来 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成长 独立重组 重构 那这个是 整个软件系统 生命力 的一个象征 活力十足 OK 好 在这个架构式 这个是一个架构式 很常用的技巧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Android的平台里头呢 我们有个SQLite的 Database的引擎的模块 那这个模块呢 我们是站在 这个引擎模块的厂商 供应商的立场 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的模块 可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我们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所以我们要去创造 一个敏捷弹性 重构的空间 这个时候 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用EIT造型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说 善用于EIT 善用EIT的造型 就能够为我们 这个后台引擎模块的供应商 带来的变动自由度 带来的敏捷弹性 重构的空间 让我们的公司 能够拥有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的一个 美好的商业 获利机会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以SQLite为 中心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块 我们希望 因为这是我们 我们假设 我们是这个SQLite的模块的供应商 那么这是我们的Client 我们的Client 所以我们关心的不是整体了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这一个 我们的是这一个供应商 怎么来创造 这一个的变动自由度 怎么来创造这个的变动自由度 所以保护这个底层跟后端 软件模块 维护它的变动自由度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决定这一个是不是能够独立成长 能够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例如呢 SQLite的DV数据库引擎 它的接口被写入 就是这里头它的函数的名字等等的这个接口都被写在这里 你要调用它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QRI这个函数 那它这边代码就必须写QRI这个名字写在这里 因此呢这个变动自由度呢就被局限了 那么减少了这个敏捷重构的自由度 OK 那这个在这里就是说当直接 由AP去调用SQLite的DV的时候 那么SQLite的DV的这些函数的名称 都被写在空爱里 以后呢 这个SQLite呢 想改版改变这个名称的结构的时候 那么就要改变它了 譬如说有一天 这个QRI的这个函数呢 改成叫做AQRI好了 X 当这里头的一个函数呢 改成SQRI 那这一边就必须要改啦 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写了QRI这个函数的名字 那这边就要加一个S 所以改动了AP 改动了CLINE 所发的成本要算在这边的变动成本里头 因此呢 当这个CLINE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成本就越来越高 OK 成本就越来越高 OK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如果从EIT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从I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里头会有一个J口 这里头也有一个J口 所以有两个 这个潜在的被隐藏的J口 被隐藏的J口 所以呢 有了EIT之后就会引导我们这个发现潜在的J口 发现潜在的J口 这是很重要的咯 我再上一个回合也说明了 对正下样 就是找到的这一个该放EIT的J口处 这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 因为当你找到的这个EIT 能够应用的这个J口处呢 那么EIT就可以立即对应成代码 就可以马上实现咯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咯 在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J口咯 这里也是一个J口咯 既然有J口 那就I咯 就I咯 好 那既然有I 那么就 加了两个配角 一个E一个T 加了两个配角 一个E 一个T 好 那就是表示EIT就适合在这里咯 所以他有两个J口 隐藏的J口 一个就是 从DV来查询数据库 查询的结果呢 放在一个Table里头 然后再来透过这个J口 来做浏览 来浏览这个查询的结果 OK 就是第一个动作 先透过这个J口 来查询 从很大的书记库里头 把它查出它的结果 结果呢 并不是马上送回来 在AP 结果呢 还是放在这里 就是Result的Table RT 还是放在这里 然后呢 在第二个动作呢 再透过这里来 浏览 这一个 结果的这个表格的内容 这个时候 他还会把这个结果呢 送到这个Client来 OK 这叫浏览结果表格里头的 个比数据 这是第一个动作 查询 透过查这个J口 来做查询 第二个 再透过这个J口呢 来做浏览 这个查询的结果 OK 所以呢 这里有两个EIT 既然是两个EIT 我们就把它变成这个EIT造型 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我们就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这个没变 这个没变 我们就把它 放成EIT造型了 OK EIT的造型 OK 那这边也有一个EIT造型 因为两个吗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所以呢 我们就放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不同的EIT造型 OK 好 这个时候有两个 这个 有两个EIT造型 各有一个新借口 来使 来 这个给APP来使用 意思说 当这一个QR 这里是由EIT造型 扣下来的 那么 这边就提供 另外一个接口 给它用 另外一个接口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是接到E 这里头是接到E OK 然后E呢 再接到I I再接到T T呢 就接这里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 由E来提供 这个接口 给APP用 T 来用这边的接口 中间透过I来转换 所以呢 两边就接起来咯 两边就接起来咯 就 然后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 浏览器的Browze呢 这边的接口使用的就是 用E来提供 这个接口给它 然后用I划分开来 由T来扣这个接口 那E通过I来调用T 那么T来扣这个引擎 因此呢 就有了这个I 把这个引擎 跟APP 把它二分化了 把它分开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EIT的妙用 就再以这个I 把它切开来 而且 通过E来对这边 通过T来对这边 再规划自己的I 来做一个转换 这边也是一样 通过E 然后 I T来做转换 那这样就 确保了 这边的变动自由度 这边 改版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这里 只会影响到T 所以它的变动成本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而且不同的Client 对过来会对到同一个T 所以T的个数不像Client那么多 所以即使有一点点的成本 但是那可以不计 所以这两个EIT造型各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就是这个 这个E提供新接口给它用 这E提供新接口给它用 所以APP就不会直接用这个的接口了 所以它就不会被绑住了 所以设计一个G类 来 实现 所以好啦 接下来 我们 大家马上会问 那我的EIT该怎么写 我们该怎么设计EIT 这个EIT 是不是三个类 就两个类 还有一个I 都要自己写呢 在上面之前呢 我们用过IJT 用过IJT的经验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想要EIT的时候 往往可以找到免费的 或者是现成的ENI 我们只要写T就可以了哦 我再强调一次 在上面我们上个回合所提到过的一个例子 就是iPhone跟Android的电视的一个对接的例子 我们当时也是在寻找EIT 结果我们找到的IJT 免费的现成的ENI 我们只写T就完成了 还记得吗 现在一样的道理 我们也是要EIT的造型 但是最好呢 那这一个E跟I 是现成的 别人已经有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 哦 原来在Android里头 有一个Content Provider 它就是一个E&I 所以我们只要写T就可以了 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G类 其实呢 这个在Android已经有了 叫Content Provider 这是Android已经有的 E&I E在这里 这就是整个E I在这里 I在这里 OK 这是I 所以EJCurie 这Curie是对E 然后它再扣它 它再扣它 是这样子 然后 它再扣这边的Update 哦 不是 对不起 说错了 它不是扣它 它不是扣它 这个Curie呢 是直接扣下来 直接扣下来 Update 是这一边另外 要来扣Update Update再往下扣下来 OK 我再说一遍 当这个Client 扣E的Curie的时候 E就 调用T的Curie 在这里 那E的Curie 就来调用它的Curie OK 就把它查询到了 好 那 如果不是查询想做Update 也可以 Update这里 再下来 再Update 从这里下来 OK 好 查询完毕之后 那么要浏览啦 浏览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需要EIT 那我们找到一个这个I 叫做Cursor的接口 那E呢 就退化掉啦 就以这个Client来担任E的角色咯 这Client E等于是没有啦 退化掉啦 所以这也算是退化的EIT 所以我们也写T就好啦 也写T就好啦 所以就 就这是免费现成的EMI 这也是免费现成的I 所以我们就写T就可以啦 OK 因此呢 我们就写成这样的一个代码 这就是Android的实际上的代码 这个都是类 因为EIT的造型呢 可以直接对到类 所以可以直接落实成代码 这个都是真实的代码的一个类 OK 所以Curient扣这里 再扣下来 再扣下来 对不对 扣完了之后 他会New一个这个T 提供接口给他 他再透过这个接口呢 来浏览 这一个查询的结果 就是透过这边 来做查询的动作 然后呢 查询完毕之后 透过这边 来浏览这边的结果 那这个是EIT 这是EIT 这个也是EIT 所以呢 当我们知道要放EIT 最重要啦 当我们要 决定要放EIT的时候 往往会 得来全部会功夫 原来Android里头 已经有一个E&I啦 原来Android里头 已经有一个I啦 所以呢 那我们就 只要写T就行了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目标 那创造了这边的变动自由度 为什么 当他改变了 只要改变了他 改变了他 就可以了 那因为 这个 对于他来讲 这个的个数是有限的 所以他的变动的成本可以不计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有了变动的自由度 OK 所以 这个CQ Lite的引擎 就不再受制于AP 所以CQ Lite的引擎 就很容易的 改版啦 就有 改版 就有钱的 这一个机会 那不只是他的改版 而且还可以把整个CQ Lite呢 换成一个 日本的 俄罗斯的 这个Lint TV的引擎 所以呢 我就 把这一个 俄罗斯的Lint TV 把它 把这一个换掉 把原来的整个引擎都把它换掉 那 当换这一个引擎的时候 我只要换这一个 要换这一个 这两个要跟他换掉 那 也就是说 我的变动的换围就在这里 对于 他是 不改变的 因为 有了他的E 来接这个接口 有了他的Cursor 提供这个接口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个EIT呢 就把这个分割的界线 就切在这里 有没有 这是E 对不对 这是I 这是T 所以 透过I 来把它切割 这个也是EIT 这是I在这个位置 所以把这两边变成独立 所以 这个改版的时候 不会影响这边 因此创造的 Lint TV 这个 模块的一个变动自由度 所以只要 Content Provider 跟Cursor 就是这两个 粉红色的 它的维尺不变 它的维尺不变 在更换这个T 和DV引擎的时候 就是你把这边换掉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 这边APP 例如呢 上图的 这个Display Activity 能然是使用 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来查询DV的数据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不变 这两个不变 所以这边的改变 所以这边的改变 不会影响这一边 不会影响这一边 这里的收饼 是这个意思 好 那 就 在查询完毕之后 就建立一个Cursor Lint Cursor的对象 在这边 就在收饼 他扣他的cury 他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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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到了DV 查询完毕之后 他就会 入一个Lint Cursor的对象 来实现 这一个Cursor的接口 再把他的接口传给他 因此 他就可以透过他来浏览 查询的结果 所以 在Display Activity 起的Cursor之后 就能够调用Cursor的 这一个函数 来查询这个结果 在这里 就刚刚 我们刚刚是透过这里 绕过来 再过来 来做查询的动作 查询完毕之后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就可以透过这个Cursor的接口 过来 查询这边的 读起这边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完成的目标 用两个EIT 来 保护这边的 一个变动的自由度 让这边的供应商 能够 取得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的 一个良好的商业模式 OK 所以 这里 就说明了 我们 针对接口 来应用 EIT的造型 来保护的 这个Database的 引擎 变动的自由度 提升的 这个Database引擎 的一个 改版 抽换的空间 创造的 它的 获利的机会 OK 所以 再来 我们就来看 那么 这样的一个EIT 怎么落实成代码 这边的EIT 又怎么落实成代码 其实都蛮简单的 因为 这个就是一个基类嘛 这就是一个子类 那 这就是ETTEND 好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咯 你看 ContentProvider 这就是1咯 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一个 ContentProvider 然后 ETTEND 就是这一个咯 ETTEND 有没有 ETTEND 然后 这一个 DataProvider DataProvider 就是这一个咯 这一个 那 这一家已经换成Lint Persists 其实 我再讲的是上面这一个 你看 在这里 MyProvider 或DataProvider 都是一样 都是指这一颗 OK 都是指这一颗 OK 所以 EIT的造型 直接对应成代码 直接对应成代码 OK 然后呢 再来 你看 有Lint的 Cursor Lint的Cursor 那我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部分已经是针对 这个Lint了 所以针对Lint 所以这个图画的 不正确 应该是 这个图应该写的是 DataProvider 这里 应该是写DataProvider 才对 OK 所以 这个DataProvider Betained Betained 这个ContentProvider 就是已经针对Lint了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Lint Cursor Implement 这个Cursor 在这里 在这里 Lint Cursor Implement 这个Cursor 就是在讲这个EIT的实现 EIT的实现 所以呢 这个EIT 直接对应成 这个代码 在这里 好 那这个EIT的 造型呢 直接对应成这个 代码 就在这里 那这就是EIT的好处 当我们 在一个架构时呢 在看到 哪个地方 该用EIT的 去表述 设计 创新 它的接口 之后呢 开发者就很容易 直接的 对应成这个代码 对应成代码 那这里都是表现出来 给你看咯 表现出来给你看咯 OK 好 那我就 跟你说明到这里 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好 那会越来越精彩的咯 谢谢